民進黨 決定參選 民進黨主席的副總統賴清德 到基隆召開重整旗鼓 重新出發政見說明會 吸引數百位民進黨員熱情參與 包括民進黨基隆市黨部 主委蘇任和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與多位黨籍議員 立法人蔡世英 及前基隆市長林又昌 都出席聆聽黨員的意見 必須要把我們的意見表達出來 讓我們未來這個家庭一起在前進 團結然後民主的路上 可以更加的好 讓年輕人或是讓我們的市民朋友 可以認同民進黨的初衷 我想1.126敗選 基隆的部分所有的檢討 就由蔡世英一間來扛起 2024年 我們未來再繼續來努力 我們一起來努力 讓基隆 讓我們的下一場選戰 能夠獲得輝煌的成果 雖然我們這一次市長沒有辦法 這個順利的交棒 不過大家都努力了 那過去八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也都寫下了 每一次每一次都寫下了 新的一個歷史 包括市長的一個連任 包括總統的連任 跟立委的連任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黨員們除了為賴清德加油打氣 更紛紛提出建議 希望民進黨能夠找回 創黨精神和價值 民進黨為什麼會 這幾年為什麼會這麼六歲 是因為 我們自己 黨內眾人各派系在那邊鬥爭 導致於 人民對黨的不信任 我們都輸 我們黨員的鄉心來不夠 我們自己的檢討 我們自己的黨員的相機 到底在哪裡 民眾知道我們的政策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可能我們未來要努力的部分 對用清誠的聲音貼近民眾 其中對於黨員建議黨030年免繳黨費 賴清德表示會徵求中職會 及黨員代表大會通過 同時也要照顧孤苦無依的老黨員 賴清德也強調 上任後會以國家利益為上 違反黨記者一定嚴正處理 促進黨內團結 個人的才是派的利益 都不能超外套 特別是不能超外國的利益 在這種的完結之下 大家互相團結 自然自然 我們既然的支持者 你支持民眾都手腳不軟 在外面說話才會大聲 這未來 我會加強 所以人好 不論是哪一個關係 人好改進 只要違反黨記 我一定是嚴明冬季處理 冬季如果沒有嚴明 就沒有法党 促進團結 賴清德也以民進黨 金融市議員年輕化為例 承諾將繼續培養年輕人 並建立公開制度 讓有志者都有機會 爭取服務社會 我如果董川董主席 我會好好在北京 我也建立一個 公開透明 公正的粗算的制度 讓人好一個人 可以透過這個制度 清除社會服務的機會 大家有贊成嗎 大家有贊成嗎 這點我會嚴格這點 賴清德也呼籲黨員不要失智 要從失敗中得到教訓 重整旗鼓重新出發 他也將團結民進黨 作為蔡英文施政後盾 並找回民進黨 青年勤政愛鄉土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的招牌 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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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張祈腾 金融報道 經產好 延 başka 留導 趕進 輪ż